你現在聽的當然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下一個訂閱狀況 網看片段是一部正、一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能夠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把直播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Maverick Wong的留言說 那群人哪會懂得分 隨便懂得切東西 豬肉腦也可以做心臟手術 反正都是用刀切的 我又想起胡適先生一百年前寫的一篇文章 就叫做《差不多先生傳》 你知不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 提起這個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 他姓差、名不多 是各省各縣各村人士 你一定見過他 一定聽過其他人說起他的名字 《差不多先生》的名字 是每天都掛在大家的嘴邊的 因為他是全國人民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 他有一雙眼,但看得不太清楚 有對耳,但也聽得不太分明 有鼻和嘴,但對氣味和口味也不太講究 腦子也不太小,但記性也不太精明 思想也不太細密 他經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何必太精明呢? 小時候他媽媽叫他買紅糖 買了白糖回來,他媽媽罵他 他領著頭,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好,接著在學堂的時候 先生問他,直隸西邊是什麼省 他說是陝西 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陝西 陝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然後他就去一間錢舖做伙計 也會寫,也會計算 但不懂得精細 十字經常寫成千字 千字經常寫成十字 掌櫃就很生氣,經常都差他 他就笑嘻嘻地說 千字多十字一撇而已 也不是差不多 好了 有一天他為了一件要緊的事 就跑去坐火車去上海 松茸去到火車站 遲了兩分鐘 火車走了 他就罵了 看著火車上的煤煙搖頭探飾 最初很生氣,然後搖頭探飾 只好明天離開吧 今天離開和明天離開都差不多 但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真了 8點30分開車和8點32分開車不是差不多嗎? 他一路走一路回家 他始終不明白 為什麼火車不會再等他兩分鐘 好了 有一天他突然得了急病 他就叫家人請東街的汪醫生來醫治他 他家人很急 結果找不到東街的汪大夫 找西街的牛醫王大夫請來了 差不多先生在床上知道他找錯人 但是沒辦法 急病很辛苦 身上很痛 心又急 等不到 幸好王大夫和汪大夫都差不多 心想一下,讓他試試吧 這個牛醫王大夫 在床前用醫牛的方法 幫這個差不多先生醫病 不需要一小時,這個差不多先生就死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死的時候 就斷斷續續地問 生人和死人都差不多而已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何必必太認真呢 說完這句格言之後 他就棄絕了 他死了之後 大家都賺 差不多先生 每樣東西都看得通 看得頭 想得頭 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 不肯算帳 不肯計較 就是因為有得行的人 死了之後 就要幫他整個死後的法號 叫做完通大師 那麼 他的名聲就越傳越遠 越久越大 無數無數的人都學他做榜樣 結果每個人都做差不多先生 那麼中國就從此成為了一個懶人國 這就是 胡適先生 1924年6月28日 在申報平民周刊第一期登的文章 你老美 現在政府的官員哪個不是這樣做 你看看 特區政府哪個官員不是這樣 一百年前和現在也是差不多 哈哈哈哈 你老美 那 好了 道義就說 義工和心理學家差不多 只要學過就可以 其實現在 你看看特區政府去搞那些 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用做到真的盛事 你看看那些 弄那些窮光彈 差不多就可以了 總之隨便有人來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那麼MHK003來的死途生也差不多 哈哈哈哈 其實什麼都差不多 有些事情 真的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跟計較 是真的 但是當你收了這麼多文資文膏 你做事做到一劇 然後就說有事 全部都是外面的問題 然後別人給你意見 就罵人 那麼 其實你也很兇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兇 這個 這個 就是 差不多先生這篇文章 我記得 我小學的時候已經看過 所以 Maverick Wong 他一說 差不多 我馬上想起這篇文 或者 有些事情 其實 是不是真的差不多 啊 義工和專才也是差不多 而已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差不多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差不多 哈哈 那麼 Lizzo e Betty 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王毅外長去到新西蘭外訪 為什麼似乎有官員冷待他 和他的團隊 其實他們去澳紐就是為了外貿交易 還是為國家主席 習先生拜訪Polo 現在呢 其實 西方國家 對中國有很多 不滿 為什麼西方國家對中國有很多不滿呢 其實有些事情是有原因的 有些事情 你可以說 你做洋奴漢奸走狗賣國賊 有些人會這樣說 西方國家他們 有些事情 就是他看到中國現在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想做生意的 但是 政界那裡 就是 一直都有些問題 政界的人 很喜歡拿一件事去說 就是拿武統 為什麼 為什麼 會拿武統來說呢 這個 我又要遲些再分析一下 因為我也想 休息一會兒再說 因為 這個武統 其實 人們 在國內說得太厲害 而且 是很多大翻譯的 你如果住在西方世界 你就會知道了 其實很多 講武統的事情 尤其是在國內的人說武統的事情 在西方是翻譯了的 其實是 其實 為什麼西方國家 就是 其他的 不是美國 其實他很怕 其實美國是不怕的 我告訴你 美國真的不怕武統 你武統就武統 然後 看看有什麼好處 可以舔 美國就是這樣的 但是其他西方國家 所以我說五眼都不是一致的 他們想法 其實 英國也是有另一個想法的 你不要說澳紐、加拿大那些 大家的算盤是不同的 五眼裡面 大家的算盤都不一樣 其實 美國就是 最喜歡 動手的 澳洲 現在轉了 不是摩總 其實已經變好了 其實 澳洲雖然 美國人說要打哪裏 他一定會跟著他打哪裏 澳洲人就是這樣 但是 對於 武統這件事情 美國做了一些承諾 其實 其他四眼 是 抹底的 我待會分析一下 我待會分析一下 休息一會 接著我就分析一下 這個問題 Karen Chan說 高官和我們這些普通人都差不多 為什麼他們出糧多我們這麼多 哈哈 這是好問題 哈哈 絕對是好問題 哈哈 不過我回答不了你 哈哈哈哈 沒有日凡飾 他就說 讀大學的時候 副修過兩年 心理學 都是學了一些皮毛 怎麼可能 義工去上幾堂就可以 真是荒謬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大學是讀心理學的 他出來了 結果是跑去做IT 為什麼呢 因為做 心理輔導的事情實在太難了 哈哈哈哈 太困難了 因為還要考很多事情 才可以做 休息一會 回來的時候 小藍說 咬底四眼 沒錯 回來就說一下咬底四眼 是怎樣的 情況是很煩的 休息一會 就這樣說一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